回到新闻现场 带你来看苗栗有一名69岁的黄姓阿嬷 她骑机车去卖场购物 却在路口时突然从内侧的左转车道往外侧骑 当场被后方的箱行车给撞上 目击机车的机车骑士的行车记录器也拍到 当时呢她在机车带转区等红等绿灯 左转的内侧车道有一名阿嬷骑机车往外侧切出来 一辆箱行车从中间的车道开过来 直接撞上阿嬷 阿嬷被撞飞伤重不治 警方调查双方驾驶都没有酒驾 初步研判阿嬷可能是发现路口有呆转区 想要骑过去等 却没有依照号制还有标志骑车 箱行车的驾驶也没有注意到车前状况 被一过失自死罪嫌来移送 我是陈亚玲 想要跟我一起丛林掌握天下是吗 赶紧按下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的订阅按钮 开启小铃铛 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 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